哈喽,大家好,我是路易斯 在这篇研究报告 研究员把34名男性分成两组 一组执行168断食 另一组正常饮食 两组摄取的总热量接近相同 执行长达8星期 实验期间,两组研究对象 每个星期都会做3次运动 结果显示执行168断食的研究对象 经过8个星期,体脂肪显著减少 而正常饮食的人 体脂肪则几乎没有变化 在有配合运动的情况之下 两组的肌肉量都没有下降 还有就是,执行168断食的研究对象 经过8个星期之后 血糖值也明显降低 而正常饮食的人 血糖值则几乎没有变化 这显示,断食能有效降低血糖 为什么两组在摄取热量 几乎相同的情况之下 有断食的人能达到体脂肪下降呢? 作者表示 这是源于空腹时间达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的身体会释放一种叫止联素的荷尔蒙 这种荷尔蒙会促进身体消耗血糖和脂肪 达到降低血糖和体脂肪的效果 这个荷尔蒙还有助于降低血管发炎 起到保护心脏和血管的作用 研究结果也显示 断食减重不会降低新陈代谢 因为断食空腹时间够久 身体会开启燃烧脂肪的机制 把血糖切换成脂肪作为能量来源 我们会感到精力充沛 可以正常工作和运动 此研究报告于2016年刊登在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是一份具有权威 并且已被各界广为引用的报告 显示断食有降低体脂肪 降低血糖和降低发炎的效果 同时在有配合运动的情况之下 断食不会引起肌肉量和新陈代谢的下降 是一种非常有效且不带有副作用的保健方法